以色列最新空射巡航导弹亮相 被誉为全球最智能导弹 一枚即可击沉一艘护卫舰 2022年7月份在英国举行的 范保罗国际航展上 以色列拉费尔公司拿出了 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产品 破冰者新型空地巡航导弹 该款导弹长4米重770磅 可以配备不同类型的战斗部 包括250磅的穿甲弹头 爆破弹头和破片弹头 根据拉费尔公司高管表示 一架F-16可以携带4枚该款导弹 一架F-15则可以携带5枚 其能够从300公里外发射 来打击敌方舰船或陆上军事目标 破冰者导弹是拉费尔公司 在2021年所展示的 破浪者导弹的空射版本 破浪者导弹能够从海上舰艇 或陆基车辆发射 目前已列装于 以色列海军的 萨尔6型护卫舰上 其弹体长度小于4米 直径约350毫米 重量小于400千克 弹体结构紧凑 采用涡喷发动机 加固体火箭助推器作为动力 以高压声速飞行 能够在300公里的防区外 提供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打击 弹体结构上二者类似 都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 弹体前部采用不规则设计 头部制导窗口采用多边形设计 弹体尾部为圆柱形 在减小空气阻力的同时 以不规则截面 降低了雷达反射截面积 导弹进气口设计为 内艳式布置在弹体下方 提高了外形隐身能力 使得导弹整体上 具有优良的隐身性能 如今破冰者空射巡航导弹的推出 意味着拉斐尔公司的破坏者家族导弹 同时具备了海陆空3C发射的能力 前面提到了 这是被誉为最聪明的导弹 其聪明之处在于 采用了人工智能和决策算法 无论是破冰者还是破浪者导弹 都配备了弹载电脑软件系统 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学习 可以实现基于大数据的场景匹配 破冰者导弹装配了先进的 红外成像导引头与传统的基于 射频引导的导引头不同 红外成像导引头属于 无源被动制导系统 这类制导系统具有制导精度高 抗干扰能力强 隐蔽性好 结构紧凑 机动灵活等优点 而传统的射频导引头 属于主动制导系统 不仅隐蔽性差 制导精度也难以满足现实作战需要 在有移动目标的环境中 对更先进的目标识别的需求更高 这意味着 从数百公里外发射的导弹 需要快速识别标定的目标 举个例子 最近的乌俄战争就表示 在敌对势力之间 有明确界限的常规战争 已不再是常态 与之相反 战争常常发生在平民附近 因此必须精确避免人员伤亡 融合了先进导航与制导技术的破冰者导弹 不仅能够完成自动目标捕获和自动目标识别 而且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中隐蔽穿越各种地形 准确识别目标后精确命中摧毁目标 此外 该导弹具备飞行中途中止打击的能力 和战斗损伤评估功能 同时 该款导弹的数据链还支持实时决策和战术更新 可基于预定攻击计划 根据航向点 方位角 撞击角 和瞄准点 选择攻击时间和攻击位置 能够在导航阶段转移到不同的目标 具有多项和同步攻击能力 拉斐尔公司负责人表示 包括计算机视觉 人工智能 场景匹配 自动目标识别 和任务规划在内的独特功能 是使破冰者导弹能够当之无愧的 成为全球最聪明导弹 该款导弹在进攻方面如此智能 其在抗干扰能力上也十分出众 由于使用了无源制导系统 传统的干扰手段诸如雷达导引头干扰 通信链路干扰 以及GPS干扰 在面对破冰者导弹时 几乎都无用武之地 而传统的基于射频导引头的导弹 则会在这种作战环境中 受到电子干扰的影响而失效 因此 破冰者导弹在300公里范围内 即使是受到GPS被干扰的环境条件下 也能进行全天候作战 该款导弹还具有电子对抗能力 可根据任务配置 进行高压因素 低空跟随地形飞行或掠海飞行 使其拥有极强的复杂电磁环境中作战的能力 拉斐尔公司的破坏者导弹家族 是目前世界上首款具备高智能 和自动识别目标特征的巡航导弹 不仅能够利用电脑算法自行规划 也能够通过加密数据链进行人员操纵 堪比一个智能遥控机器人 当然导弹在智能化这条道路上 也是优劣并存 更像是一把双刃剑 人工智能导弹 在拥有辨别能力的同时 不会感到疲惫 可以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中 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 人工智能也不会出现 人为因素导致的差错 可以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准确完成任务 因此 以色列特别热衷于武器的智能 正是有了人工智能技术做支撑 以色列国防军的导弹 无人机 战机 才得以对哈马斯武装组织的火箭弹阵地 弹药制造厂 仓库 军事情报机构 和高级指挥官住所等重要目标 进行精确打击 但是人工智能也有其弊端 无论导弹的抗干扰再强 也有被入侵和干扰的风险 因此会存在错误打击目标等不确定性情况 同时 人工智能导弹会给操作者带来一种游戏感 如同进行网络游戏一般 对荧幕中现实的目标丧失真实感 在这种情况下 会增加许多不必要伤亡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现阶段以及可预见的未来 人工智能导弹是世界各国争相探索的新领域 英国和法国就在联合研制新一代智能导弹项目 由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法国塞峰集团联手研制 该项目由欧洲导弹集团领导 计划于2030年左右 取代现役的风暴支援以及鱼叉等巡航导弹 但项目进展并不顺利 英法两家偏爱的导弹类型并不一样 英国更偏向于亚音速隐身导弹 即类似于以色列这款破冰者这款 而法国则更偏向于具有高穿透能力的超音速导弹 因此双方的项目可能会争论很久 也有可能同时推进两种导弹的研制 但想要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恐怕是困难了 照火力军来看 英法两国与其争论不出结果 倒不如直接购买拉费尔公司的这款破冰者导弹 毕竟拉费尔公司将其在范保罗国际航展上展示 本身就明确表示破冰者是一款用于出口的导弹 而且该公司还表示 破冰者导弹可以从多种战机上发射 包括瑞典JAS-39英师战机 美国F-16战机 韩国F-150战机 以及法国阵风战机 而且战机无需经过特殊改造即可使用 看到这里 营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知是否心动了呢 如果你们所在的国家有意购买该款导弹 你们是否支持呢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火力军的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